全台夹娃娃机店遍地开花规模超过4000间 商品琳琅满目 从绒马娃娃电子产品到钻石都有 不过却引发争议 5月份有20多间业者按照规定 仍然被扣押机台 甚至还罚款 律师也呼吁应该要尽速修法 娃娃机中的真钻 bling bling 泰西眼球也引来相关单位注意 今年初联合侦查有20多家业者 遭到查验不合格 遭到罚款处分 警察一打电话来就说 这个钻石机台 哇我们不合格 所以要把我们的机台全部扣押 那么是觉得相当不合理啊 那个是完全合法的机台 但是因为你里面摆的是钻石 不行 我们说韩式在哪里 不管 先扣再说 其实叫娃娃机属于对价取物 鬼类在玄屋贩卖机 机台上清楚标示了保证取物价 三分真钻不属于流通货币 也非博弈礼品 机台被扣押损失惨重 我们的厂主不给下游摆 那些造型的损失 或者是我囤的货 所有很多下线囤的货 他们那些货物啊 现在完全啊都吊在手上 其实选物贩卖机就是贩卖机 它和一般啊 那些饮料贩卖机通通都一样的 它本身不是不设好赌博行为的 根据经济部的统计 夹娃娃电数短短一年成长四倍 选物贩卖机不说电子游戏场馆 条例规范争议也多 有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权利 财产变动 应该不能让主管机关自行决定之 而应该要透过立法机关 要有民意做监督 这一次的规范 尤其这一次6月15号这个 限定了哪些东西不可以摆 又限定了金额的上下限 我觉得这次还蛮糟糕的 尤其便提开花的娃娃机店 撑起闲置店面租金 确实有一些老旧城区 本来的店租是根本是罚人问津的 那如果再把它拉开来的话 我想可能会对于那些老旧城区 会造成一些影响 业者用创意拼经济 就换法律能跟上时代脚步更完善 东森台区文成平黄富翔 台中报道